那麼國會改革 補法要複議 複議 民進黨一定出 因為按照法律 只要1分之1通過就通過了 但是 立法人不會2分之1通過 一定是1分之1反對 所以複議是不會成功的 但是國民黨會怕 說民進黨會因為癱瘓議事 讓你進行不了議程 因為法律規定 總統公布以後15天 送到立法院15天之內 立法院不要提出複議 15天如果沒有提出複議 複議就算成功了 所以國民黨就擔心 民進黨意識癱瘓 來意識杯葛 民進黨說你們這是奇人憂天 現在兩黨都要在 台南首先 舉行大型的宣講 另外他們怕故意透過法定決議時間 或是煽動群眾衝到立法院 所以沒有辦法審查 另外 吳思堯民進黨的幹事長說我們絕對守秩序 絕對不會給你鬧 大家為什麼會相信他呢 當然現在將來 他們現在有調查權力如何行使 可能還是要一些辦法出來 複議不過才會釋憲那當然 複議過了就過了 不過才釋憲 所以柯建民說要爭六壯士 希望國民黨民眾黨六個人能夠到民進黨就翻盤了 另外柯建民說你喝大夢噪了 殺敵的時刻來了 乾脆解散國會算了 國會解散重選 因為柯建民知道這次副議案不會成功 所以他就說有種就倒閣吧 來倒閣好了 怎麼樣倒閣呢 憲法正確條文 最早的時候 複議是說立法院有三分之二通過 複議通過以後送到行政院 行政院就要決定他接受或是辭職 他如果不接受就得辭職 接受 接受複議那就接受了 後來修憲 現在變成複議只要二分之一通過 所以為什麼在野黨有把握 複議案不會通過 二分之一 他們掌握二分之一 但是現在有一個新的 第三條第二項第三款 立法院經過全體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 可以對行政院提出不信任案 不信任案提出72小時以後 應該在48小時內以記名投票表決之 只要立法委二分之一以上贊成 行政院長應該在十日內提出辭職 並可以同時請總統解散立法院 另外林友昌說第一場選在花蓮 反濫權的宣講 選在花蓮 我想是針對傅坤吉 另外台南青鳥藍綠 都叫青鳥 國民黨應該叫藍鳥才對 來 國長 首先還沒有談到國衛改革這個部分 文藝川的事我特別要補充一下 也就是我個人對他的評論 一皮天下無藍事 反正擺明了我臉皮夠厚 你又拿我什麼辦法 所以我是覺得剛才看到他去釣蝦 我說真的 你用膝蓋好好去釣蝦 不要再隨便亂講話 我覺得我在交通委員會 我也執行這個問題 我問中華電信的董事長 郭董事長 我問他 有沒有國安系統 跟你合法釣這些資料 郭董事長一開始說沒有 最後他跟我講有 有 那就對了 現在王毅川他是 民進黨的政策會的執行長 會不會合法掩護非法 這個當然我們要把它查清楚 另外一個 如果假設是沒有 國安系統沒有給他看這些資料 那你很簡單 你就是假新聞 所以我也檢舉NCC陳耀祥主委 陳耀祥主委也認為說 好 你檢舉我就辦 好 這個部分就近代 另外一個國會改革 我是常講 這個證明民進黨真的是兩套標準 這些國會改革在你們在野黨的時候 就提出來了 我們講過N次了 你們還是一直主張國會改革 什麼亂證 違憲亂證等等這些東西 明明知道這個複議案是過不了的 我們柯總召就跟六壯士 要什麼起義來歸 但是記者訪問我 我告訴說我要欠欠民進黨 真的回頭試案 不要一直始終在這裡打轉 我是覺得這樣 執政黨現在它是用這種策略 也就是抗爭群眾運動 搞到2026 請大家靜觀其變 請大家看 他一定搞到2026 事實上這個倒閣 或者這些投票等等這些 都是他們的小菜一碟 他們真正所有是在搞群眾運動 到2026甚至於到2028 這是他們的策略 所以最後一句話 人家說當家不鬧事 在民進黨裡面是看不到 可是當家又鬧事 從民進黨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他的策略 所以我在想 這次不管副議案也好 不管是視線也好 我想民主國家不要再發生衝突 以理論理在立法院 用投票來做解決 我修正一下 這還是只有1 2 不管是副議倒閣 都只要立法院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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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國民黨敢嗎 到時候因為倒閣 倒閣以後重新選 全部重來 全部重來會選得比現在好嗎 我先回應一下 剛剛對王毅川的政治增防風波 吳貞就說民進黨已經否認了 只是你們不相信而已 我為什麼要相信你 不笑話 不是 重點是什麼 王毅川他不是路人甲 他是民進黨中央政策會執行長 大家出來說他可以去比對四大活動 用青鳥什麼小草之類的 然後就可以去判別每一個支持的分配 跟年齡的時候 這不是政治增防 什麼是政治增防 暗中出宮 他後來改口用膝蓋想的時候 他就是有一個代表一個說謊 你民進黨自己的中央政策會執行長 不是阿狗阿貓 他中央政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職位 他代表民進黨出來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後面改口 那我想請問你都說過謊了 我還要再相信你嗎 同樣的就像剛剛其實永平問我說 那個吳士堯為什麼說 他們會守規矩 我說吳士堯的話你聽聽就好了 他會守規矩 他會守什麼規矩 我想國會改革我們已經講了很多 覆議要來就來 對我們來說 那當然就是用多數決 把你覆議打回去而已 那你要暴力杯葛 我也直接跟大家講 這次國民黨跟民眾黨 也不是吃素的 民進黨四天的審查 第一天就是暴力 暴力衝突 最後我跟大家講 暴力衝突 國民黨也沒卵下來 民眾也沒卵下來 最後民進黨後面三天 不敢暴力衝突為什麼 因為一堆人受傷 你攻主席台 我們之前正當防禦的時候 正當防禦的時候 也一樣是寸土不浪 所以你要暴力衝突的話 我們也會應對你的暴力衝突 但是如果你用其他意識方式 去癱瘓杯葛的話 當然我們也要準備萬全 也不能掉以輕心 至於倒閣 我跟趙大哥講 直接講 你民進黨行政院長跟菜瓜布的價值 有什麼差別 你換一個卓榮泰上來就是王毅川 王毅川換上來就是誰 就是于北辰 你民進黨人才技技 我幹嘛那麼努力 打掉一個菜瓜布 那你換一個菜瓜布上來 民進黨現在的國會是少數 他是這樣 這叫什麼 這叫沒本生意 我用一個菜瓜布 換一個國會改選 國會改選結果只有兩種結果 一個就是沒翻盤 沒翻盤我還是少數 下一個菜瓜布上來 對不對 繼續當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不小心給他翻盤 他就變多數 你柯建民 你當大家都跟你一樣 你當大家都是這種算 你知道講呼籲什麼六壯士 不必了 我直接呼籲30壯士 民進黨有30壯士 非常有良心的30壯士 奇異來歸吧 這30壯士的陳庭妃 不是提了費監察院的提案嗎 對不對 國民黨民眾黨都有人支持 我們有17個就倡議 參與說來啊來啊來啊 結果縮回去 所以不要玩那些政治的把戲 你今天要搞這個菜瓜布 卓中泰這邊來去換所謂的 8席加54席的在野黨立委 哪有那麼好的算盤 我覺得志強分析得很到位 不過我現在就覺得說 因為民進黨一再一再顛覆 我們所有的政治邏輯 所以我現在很認真在看 趙先列的這個板子 到最後會不會 三分之一的立法委員的 行政院長不信任案 由民進黨自己提出 這個可能 我們算過有這個可能性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為了去賭說 全面改選的時候 他可能這樣子這邊爭一席 怎麼樣藍的掉一席 他有可能過半 因為確實票數很近 所以他什麼都願意賭 罷免也敢願意亂喊 然後不信任案也 可是這時候是真的會很荒謬 你想賴清德自己的院長 然後覆議案不過 然後他也沒有做幾個月 結果由他自己的人提出說 我不信任你了 那時候在野黨也會陷入兩難 你們自己的人都不信任他了 那我們要投反對說 反而表示我們的信任嗎 恐怕棄權吧 國威權還投不了 全部棄權公共 對啊 全部棄權 所以我覺得 全體走的二分之 光用大概這種場景 我們甚至來討論這些可能性 就知道現在 因為你雙少數的政權 你不斷要跟民意對抗 不斷要跟民眾選出來的新國會對抗 你會產生多少荒謬的政治場景 雖然倒閣從三分之二 變成二分之一 民進黨還是不夠 票格還是不夠